當年我記得我自己是一個圓咕嚕的肥妹 大家都圓咕嚕 有什麼失去童貞 童真是嗎? 失去童貞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很難答我 我忘記了 太遙遠了 今天還未 今天還未 Hello AM730的英俊美女們大家好 我是周國賢 周仔 Andy 周國賢 周國賢 Hello 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浩文 期待她脫衣 大家都想吧 期待她可以躺在地上 圍固給我們看 那些女生最喜歡看 我幫大家謀求福利 福基來說我已經將八塊福基凝聚做一塊 最近 不是難 但是這個年紀 都需要少少時間 我也要有盤 三、四年前拍《一秒決王》的時候 真的整班年輕人 我又沒有特意想著會拍《一秒決王》 因為現在健康的人太多了 你可以看看張繼聰 看看San Doshi 我想我去不回那個時候 既然是這樣我就上跑步 反過來我脫了瘦一點 你鬥瘦 為了滿足大家 我都會盡量多吃一點 重回幾磅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幾磅對我來說是沒有難度 現在96 4磅左右 100也夠了 我其實一個星期大概work out三天 兩天跳舞一天做gym 所以變了其實消耗量很大 所以就要不停吃一天吃午餐 才搞得到運動量 完全沒有教學吃辣沙 吃炒飯 吃那些韓燒 剛剛昨天才吃完部隊 我們是第一次同台演出的 是一個挺奇幻的事情 相識了二十年 竟然沒有在一個台上一起唱過 沒有唱過一首歌 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很特殊 反而有機會唱過 反而是合理一點 沒有機會唱過 很奇怪 其實我認識她是因為她以前的經理人 算不算是認識呢 是第一次見她 就是幫她檢查一些國語的發音 錄音的時候 上了studio那裡見她 好像是國語老師一樣 是 因為我那時候剛剛在台灣回來的 我在香港的時候 她以前的管理人 就覺得不如我上去 檢查一下 那個發音是否可以 我覺得可以幫忙 就走了上去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住在studio對面 我是好像tagtoe一樣 就可以過去 都是很遙遠的歲月 是啊 真的很遙遠的歲月 是一隻碟的時候 我那時候什麼都很害怕 我其實現在都是什麼都很害怕 那時候我前經理人 同一個時間也是我監製的 那她就 哇 今天有一個國語老師上來 會收拾你的中文 所以我很緊張 因為我 總之好像有一種巧琴的感覺 是啊 即是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兇 不兇的 不兇的 不是 其實當時的自己 當年 我記得我自己 就真的是一個 圓咕嚕 圓咕嚕 圓咕嚕的一個 肥妹仔 就走上去 大家都圓咕嚕 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周仔 一直都很努力 就是 由以前認識她 都覺得她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然後又很有火 就是去做她的音樂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變度 就是其實 唱漢都沒有什麼變度 我覺得她挺厲害的 她保持她自己那個 內心的小孩 那種感覺 我覺得她越來越 complete 越來越全面 因為 可能早期小明的 給我一個感覺 是唱很多很甜的歌 或者是一些情歌 慘情歌為主 那我覺得 算得很好聽 但是這幾年 好像她越來越敢接觸 真實的自己 可能是探討自己的歌 除了光明面之外 每一個人都要有 某程度上的陰暗面 才能夠 complete 怎樣跟她們去共存 這幾年 我覺得她的 topic很勇敢 但我個人本身不是很濃的 那些人經常都覺得很濃 我在家裡 我不是那些 不是那麼風化畫的 我掛到那些 都是那些 大海洋 洋港災難 小天使 那些叮叮 我也有一點反差 就算我自己也是 給人家的感覺 跟實質是有的 是很不同的 什麼失去童貞 童貞 童貞 最童貞 不知道什麼時候 很難回答我 我忘記了 太遙遠了 今天還沒有 今天還沒有 好像我小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我以為自己很成熟 原來還是個年輕人 當我長大了 其實我身邊的人 為何腳踏實地 只要晚上有份工 收穩定 我反過來 有一期 我覺得自己 好像很幼稚 可以追夢 好像很不踏實 但是你過了那個階段 其實這件事 反過來 他們想做 都未必做到 如果不是從事音樂圈子的朋友 我就會 我開始懂得去想 這件事可能是一個gift 你會怎樣運用它呢 當去到懂得這樣想 可能又是某一種 成熟了 這樣 所以我覺得 人生浮游在童真 和成熟裏面 是收下放下 收下放下 沒有一個準則 那就享受了 我一直都沒有喪失的童真 一直都是 大難 都是 都是 上下 因為我覺得其實 你不需要刻意去這樣做 你只要一直 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純粹一點 其實童真就依然會在 我覺得心態是重要 比外在的因素 我比較會覺得 要做自己喜歡的事 比外界的反應更重要 因為外界的反應就是 你控制不到的 很難計算的 你不能計算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 自己喜歡做的事 自己都過得自己的心 是覺得正 那我覺得出來就 沒有失望了 我有時候會在一個很均勤的模式 例如我吃東西 有一段時候 我是滴著血地吃齋 我不讓自己碰到肉 但是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那種都是某一種 暗 好像過分苛刻 其實人生 這麼短 這麼多美食 對吧 難道不吃火鍋嗎 難道不吃雪糕嗎 所以我現在是 不隨心 如果我想吃 我就會吃 但是 有紀律的自己都要盯著 吃 不要吃太多球 我其實一路都 一個人很 很 很 我覺得很矛盾 但是 我是一個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很多東西 我都是並存的一個狀態 其實會有很多東西 都想試試 還有一個好奇心 我覺得好奇心很重要 做這一行 我覺得 慶幸自己還有這個 這個想法 我覺得他們 全部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風格 也都 對音樂有一個 他們的 Generation 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當 撞在一起的時候 很有chemistry 我覺得很好玩 其實主要是以好玩為先的 我覺得保錡是 他個人很大愛 大家未必看到他這件事 就是看到他搞笑 但是 其實他做很多搞笑的事情 其實不是說是為了自己 他是想令到世界更加開心 發放多些正能量 我覺得他一直都 努力去實踐這件事 我覺得是 是一種對社會的愛 亦都是對人的一種責任感 是他提醒我 其實做這件事 是很多人都密密地努力地去做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很有意思 可以繼續努力地去寫多些這類型的歌 從他們每一個年輕的朋友身上 我好像找回一些剛剛入行的那種新鮮感 再加上現在這個年代 學的東西很容易 學東西很容易 但是你看你肯不肯去鞭策自己 我看到現在很多 很多和我合作過的年輕歌手都很準備好 很知道自己做什麼 很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對於未來他們有很多計劃 我覺得 我覺得 反而覺得現在是回流了 我覺得多了人聽廣東歌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還有我其實 回答那個問題就是 獨立和主流 其實我覺得沒有分這件事 我覺得只有好聽和不好聽 其實獨不獨立主不主流 都不是一個重點 其實他們觀眾或者聽眾 其實他們想聽的只是一些好聽的音樂 所以你只要做一些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去和世界分享 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我不管的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我只是想唱歌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音樂帶去不同的平台 能夠合唱 也都能夠欣賞對方的優點 其實每一個的歌手都有他的優點 很多東西可以去欣賞別人 去appreciate別人 我不會去想得太過 我只是說一句 不會想得太複雜 總之覺得 對方唱得好聽 或者他有一個 他自己很獨特的地方 我覺得合作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大家怎樣想 都不會太過影響我自己 在工作上的取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請訂閱 按一下小鐘 可以解釋 пров Ant Johans 請你們 請訂閱 可以 按一下小鐘 然後 對方 答應 請ате